然疫国中调查学生接种疫苗意愿的人数如下 789年级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分别为176人、152人、137人 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分别为29人、48人、58人 试着回答下列的问题 第一题,依上述资料制作列连表 在完成列连表之前呢 我们先来想一想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就是 今年级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有几个人 那又该填入哪一格呢 好,我们现在回来看到题目的叙述 我现在用红色荧光笔画起来的地方 它代表的是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 但是它给了三个数字 176、152、137 那哪一个数字才是代表青年级的人数呢 那么回来看到第二行的一开始 它给的是七、八、九三个年级这样子的顺序 它又告诉我们分别为176、152、137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它给我的顺序 七年级摆在第一个 所以代表176相对应到的 它就是七年级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 那第二个顺位是八年级 所以对到第二个数字152这里 所以它代表的是八年级愿意接种的人数 以此类推到的最后一个顺位就是九年级 所以137代表就是九年级愿意接种的人数 所以现在回来回到我们刚刚那一个小问题 新年级愿意接种疫苗的人就会有176人 所以这里应该填入176 那这个176又该填入底下那么多空格里面的哪一格呢 那我们看到底下的表格来 现在176代表的是七年级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 所以我现在就先来年级的地方找到七年级的部分 但是七年级底下对下来它有三格 我现在176又应该要填在哪一格呢 我就来看最左边的地方 接种疫苗的意愿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176代表的是愿意接种疫苗的 所以我现在就在愿意接种疫苗的这里对过来 所以它是属于七年级的第一格 所以我就在这一格填上176 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把刚刚的152人跟137人 一起填到这个表格里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152个人代表的是八年级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 所以一样找到八年级的地方跟愿意接种疫苗的地方对过来 所以152应该要写在这一格 那137人代表的是九年级 而且愿意接种疫苗 所以必须要写在这里 要写上137人 那题目上用黄色荧光笔所画记的这里 代表的是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 那29、48、58又要填入到底下的哪几格里面呢 那29跟刚刚一样 29排序在第一个 所以它对应到的是七年级的部分 所以七年级这里对下来 不愿意接种的这里对过来 所以29必须填入在这里 那第二顺位代表的是八年级 那对应到的是这里48人 所以这一格要填上48 最后一个数字58 那它就必须填在这一格 写上58 那列领表的部分呢 还有六个空位 那这六个空位呢 都是属于合计的部分 那合计的部分我们应该又要怎么算呢 以这一格第一格来看 它代表的是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 总共合计有几个人 所以这一格我应该要把176 跟152还有137相加起来 所以这一格所得到的人数就会是465 那第二格呢 它代表的是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 合计有几人 所以这一格就必须要用29 去加上48 去加上58 所以我这里会得到135 所以这一格应该要填入135 那底下这几格呢 以这一格来看 第三格来看 它代表的是七年级全部的人数 所以我就必须把176 跟29相加起来 所以这里我就可以得到 那七年级总共有205人 那以此类推 八年级全部的人数 就是把愿意接种疫苗 跟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相加起来 就会得到八年级的人数 所以这里是152 加上48 所以它就会等于200人 好 那接下来九年级全部有几个人呢 那我就必须把这两个数字 137 跟58 相加起来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九年级有195个人 剩下最后这一格呢 它代表的是全部的合计 所以它代表的是全校 有几个人 所以这一格 它有两种方法可以来算 第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里 用红色笔写的这两个数字 把它加起来 465 加上135 就可以得到全校的人数 第二个方法呢 它可以把七八九年级 全部的人数相加起来 一样可以得到全校的人数 所以这里有两个方法可以来算 第一个方法就是465 加上135 它可以得到总共是600人 第二个方法呢 用底下的205 加200 加195 一样可以得到 是600人 所以最后这一格 我必须填上600 我必须填上600 大家 请不吝�